大家好 这里是JS说频道 在开始之前希望支持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开旁边的小铃铛点一个赞 这样就不会错过 我们每期的更新影片了 那么我们开始吧 第十五章 母子相认 就在这时 原本痛苦呻吟的叶尔安静了下来 脸上的红疹一点一点的消退了 稍得通红的脸蛋也恢复了正常 到最后 叶尔的眼皮动了一下 眼睛竟然慢慢睁开了 父王 叶尔开口说话了 几名太医看得惊呆了 醒了 小殿下真的醒了 这是什么药 简直太神奇了 叶尔 奉浅心下一喜 想要冲过去看看他 却被轩辕撤挡在身后 轩辕一把握住了叶尔的小手 毛子里的寒冰瞬间消融无形 透出了丝丝的暖意 语气也变得格外轻柔 叶尔 你感觉怎么样 告诉父王 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叶尔摇了摇头 轻软的声音答 叶尔好多了 谢谢父王关心 轩辕撤还是不放心 陈太医 给小殿下看看 是不是真的没事了 是 陈遵旨 资格最老的陈太医上前 给小殿下搭了搭麦 忽然摇了摇头 脸上的表情不断变换 看得凤浅心中意紧 太医 小殿下到底怎么样了 第一次使用白草叶 他也不确定是不是对症下药 人虽然醒了 但不知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轩辕撤凝着健眉 催促 陈太医 究竟如何 陈太医起身回道 请王上放心 小殿下已经没事了 不仅如此 微臣还在小殿下体内探查到一股强大的灵气 微臣揣测 小殿下或许因祸得福 不但体魄得到了提升 功力也增长了不少 可喜可贺呀 闻言 轩辕撤松了口气 奉浅砸了砸眼 立刻明白过来 肯定是因为叶尔吃了他做的蛋炒饭 所以体魄和战斗力都得到了提升 虽然是喜事 但他还是一阵后怕 如果他没有抽奖抽到百草叶 或者没有及时给叶尔服下 天知道会是什么后果 想着 他冲到床头 挤开了太医 紧紧抱住了叶尔 有种失而复得的庆幸 叶尔 姐姐你抱得我快喘不过气了 叶尔扬起小脸 闪烁的大眼睛望着凤浅 天真无邪 凤浅松了手 喊泪道 叶尔 对不起 是母后不好 一直以来都没有好好照顾你 还害得你差点丢了性命 你能原谅母后 给母后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吗 母后 叶尔诧异地瞪大眼睛 扭头望向萱元澈 迷茫地眼神问 父王 他真的是叶尔的母后吗 萱元澈凝着眉 沉默不语 叶尔茫然地看着凤浅 又看着萱元澈 忽然撕心裂肺地毫了起来 是不是叶尔不乖 所以 母后才不要叶尔 别人都有娘亲疼着爱着 唯独叶尔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娘亲 她哭得让凤浅一阵心痛 扶上她的小脸蛋 温柔地说道 叶尔不哭 叶尔是好孩子 是母后的错 是母后没有好好珍惜你 母后答应你 以后一定好好照顾你 把以前的过错全部弥补回来 你能给母后这个机会吗 叶尔睁着乌蒙蒙地泪眼 盯了她半晌 忽然欢呼一声 反身扑了过去 钻进了她怀里 用力地抱着 叶尔终于有娘亲了 叶尔再也不是没娘疼的孩子了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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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声的母后 喊得凤浅的心柔软成了一滩水 她知道 从此以后 在这世上 她不再是无牵无挂的一个人 虽然这有被她一个职业杀手的初衷 但她甘之如頤 因为这世上没有什么比母子亲情 更能打动人心的情感了 她无法割舍 也不愿割舍 轩元彻注视着母子二人 眼神复杂 第十六章 秋后算账 好不容易哄叶尔睡下 凤浅伸了身揽腰 站起身来 叶尔刚刚认了母亲 又是高兴又是兴奋 拉着她说了许多话 还要她讲故事给她听 磨了许久 她才终于累得睡着了 前世连男朋友都没有的她 却在这里做了一个五岁孩子的母亲 这种心情真的难以用言语来形容 轻轻摇着头 她迈步走出了寝殿 殿外 轩元彻背对着她 以一种异常沉寂的姿态 副手立于一棵千年槐树下 她奇长的身影 如远古的雕塑一般眷勇 有那么一瞬间 她觉得她很孤独 不过 她马上就知道错了 她转身向她走来 那道冰冷如千年雪峰的目光 也随之扫来 凤浅立刻打了个冷战 美好的幻影瞬间破碎 回到了现实 她知道 她这是要开始和她算账了 轩元彻瞇着冷眸 眼神幽暗深邃 王后 请你解释一下 你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为何身上穿着宫女的服饰 奉浅直视着她 摊摊手 说道 我没什么可解释的 你想要加行也罢 撤去我王后之位也罢 悉听尊便 轩元彻冷哼一声 冰脸上明暗参半 四目相对着 沉默 持久的沉默 奉浅直视着她的眼睛 不让分毫 可是渐渐的 她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 她有着一双深邃迷人的漆黑同眸 初看时冷得令人打颤 但看得久了 却别有一股特殊的迷人魅力 寒光闪烁的黑瞳 好似天边的流星 令人不知不觉地深陷其中 心跳莫名加快 脸颊慢慢发热 奉浅像来自认定力极佳 即使面对神医师兄那样的绝世大帅哥 她也丝毫没有乱过分寸 可是面对轩元彻 她发现自己的定力在慢慢地土崩瓦解 眼前这个男人 绝对拥有令人臣服的资本 终于 她率先挪开了视线 打破诡异的气氛 你想 怎么罚 直说吧 我认了 毫无预兆地 轩元彻忽然转身离开 走出三步之后 她冷酷至极的声音传了过来 还不过来 奉浅不甘心地撇着嘴 虽然极不情愿向她屈服 但她深知这一次是逃不过了 等她知道她不止善理冷宫 给叶尔吃了过敏的鸡蛋 还把她储藏在御膳房里的灵才给偷了 她肯定饶不了她 大丈夫能屈能伸 不对 是小女子沈时夺势 她屁颠屁颠地跟了上去 轩元彻不愧是一座移动的冰山 只要靠近她周身五米之内 空气就会冻结成尖冰 无论她走到哪里 哪里的温度就骤降十几度 奉浅不敢靠得太近 和她保持着五米的距离 不远不近地跟着 她还发现 轩元彻简直是一个行走的荷尔蒙 让人欲罢不能 所到之处 雌性通杀 花痴的眼神满天飞着 她隔着五米的距离 都不能幸连 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走着走着 竟是来到了宫门 奉浅诧异 忍不住出声问道 我们要出宫 轩元彻还是一如既往的酷拽 一言不发 她忍不住翻白眼 多说一句话会死啊 宫门外 停了一辆奢华的马车 明黄色的帐顶 四匹骏马并驾而驱 此等规格 乃是君王专属的作家 奉浅正好奇打量着 突然马车帘子掀开了 一名翠绿长裙的少女 从马车里走了出来 看到轩元彻的瞬间 娇美的容颜上泛起两抹红韵 娇滴滴的声音喊道 车哥哥 奉浅突然打了个哆嗦 这一声喊的人骨头都要酥了 眼神在女子和轩元彻之间来回打量 奉浅摸着下巴 八卦之心 蠢蠢欲动 听这称呼 二人的关系绝对非同寻常 难道是轩元彻养在宫外的小三 不过 以轩元彻的身份 如果她忠义一个女子 一道圣旨带进宫就是了 何必躲躲藏藏 她可不认为轩元彻是一个怕老婆的人 要不也不会把蓝星公主娶进宫了 真是耐人寻味啊 谢谢大家